小伙子想的还挺细的 那退伍之后 也是继续从事的 这方面的工作 我是退伍之后 干了很多杂的工作 我就先去的是酒吧 当母案 干了六个月 然后发现这个酒吧里 有小地形 我说有小地形 为什么不能有萨克斯呢 我就找董事长谈判 不是谈判 就是谈 谈那件事 然后当时干了三个月的 领了保安的工资 干了演艺的活 然后慢慢就掉到演艺部了 当时又没有现场 给他展示一段 那有啊 那有 一下就给他震了呗 对 那你这个怎么是个 保安你会吹上还是 岳云鹏也是这样 强强起来的 我刚才就 我听到保安这两个字 我就想说啊 然后呢 在这公司干的怎么样 一直干到这个公司 这个酒吧黄 等于你转完以后 你给公司吹黄 吹黄了 对 很多原因吧 我们演艺部人比较多 可能给公司拖垮了 那赶紧换呢 换其他的呀 从这公司解散了以后 就是晚上在演出 白天找了一个企业 它这个企业是做手机的 想找一些部队的文艺工作者 往都拢到一起了 然后为这个企业打比赛 推广 做现下活动 这也是 成绩在2012年 我们拿了上海之春国际管理节的 全国第一 哇 这个不错啊 应该给你们补掌 然后呢 公司怎么样 公司也倒闭了 你看 你看 我刚才就想说 我心里就捏着一把汗 我现在就害怕 我就害怕 他今天在这儿别吹 不是 我想问你 你在这儿就别展示了 你要在这儿展示 非你莫足 你说我刚来没两天 让你给我催走了 你说 将谁远谁了 这个公司不是彻底的黄了 就是不用这个乐队了 不用这个乐队了 有很多很多的客观因素吧 就是因为这个企业 后来不盈利了 就我们是上午 因为是工人乐团嘛 上午排练 下午去挖土豆 挖地瓜 挖大白菜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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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萨克斯 下午挖地豆子 对 我们已经习惯了 包括我在部队的时候 也是干了很多 做本专业以外的事 就已经很习惯了 很正常的事 看得出来啊 全天吹也吹不动 你挺 好好好 很精彩啊 那么最近来到我们 《非你莫属》节目之前 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是2018年结婚 结婚前在 沈阳一个最大的教育机构 在那当老师 然后到结婚前 由于个人缘缘嘛 可能太 就是学校工作太繁琐 太忙了 我要忙结婚的事 然后就是 从那个学校里 就是退成兼职了 然后做商演 从结婚完成后做商演 就是做一个 我们一个小乐队 一直演了 一年半演了 疫情前 你手上有这么好的活 我刚才到抖音里去收 快手里收 没收到你 你为什么不玩抖音快手 你有抖音和快手吗 有有有 我是最开始 他有 他叫刘远野是吧 叫萨克斯远野 萨克斯远野 对 SX远野 现在有多少分丝了 现在 我刚开始长几百个分丝 不差不多 才刚才 想成为网红吗 想红吗 想红跟我走 能赚钱吗 这个想红谁都想 对吧 这个是实话 能赚钱 能赚钱 是因为反正 疫情也差不多了 对吧 国内情况也很好 那按理说 你接下去自己 教不也挺好吗 这个我是一直在 跟我的行内的朋友 老师们探讨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一直在自己教课 我觉得如果说 我没有一个平台的话 我对我自己的学生 是不公平的 我没法去 去推我的学生 我要是自己开培训 开一个小作坊式的 在学校门口 但是我一眼就能想到 三十年以后什么样了 还是这样 你这次求职的地点是哪儿 最好是在沈阳 最好是在沈阳 在沈阳 对 那你这么厉害 这么牛 你为什么不出去闯闯呢 必须在沈阳 什么原因 就是如果说 要想走南方的话 我早就走了 自己的原因 就是我觉得 作为一个员工也好 作为一个 以后领能自己 自己团队干的人也好 肯定要给人一个 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 爱情观 对吧 让人感觉 你的家庭是和睦的 你才会持久的 有那个能量 你是秉持这样一个观点 你认为 事业成功的基础 是家庭和睦 对 你刚才说 不仅仅是我的原因 我特别想追问你 还有谁的原因 刚才我说的是 我自己的原因 就家里的原因 我还想说一下 我干这个东西的原因 就假如说 我举个例子来说的话 假如说 我举个五八通城的例子吧 沈阳这个地区 是非常适合 做一个 这个职能部门的 比如说五八通城 自己要成立一个 我自己的军运队 管队团职能部门 给自己 给五八通城打广告 打比赛 可以 然后参加线下活动 作为一个 像五八通城这么大的公司 需要很多很多 线下推广活动 就包括现在 现在电竞 它都有 都有打比赛的 游戏的队伍了对吧 我们管队团 可以做一个 这个队伍 在为五八通城打比赛 为八通城做线下推广 包括 可以送人请 比如说 你那有别的 朋友老板 有公司 乐团去 热闹 对 对 你说的好 说的好 断东有朋友 叫潮汐一眉了 我们十二压公司里面 你去给演奏一下 要去要去 逢年过节 滚商家去 我们都帮你来吹 对 刚才我说的是 就是在沈阳 为什么说在沈阳呢 因为沈阳的养乐团成本很低 就是你在沈阳给的工资 和在北京给的工资 肯定是不一样的 你想替五八通城成了一个管乐队 然后呢 在这个部门工作 除了这个之外 你还想做 还想今天来应聘哪样的岗位 就是演出教学工作 演出教学 包括刚才杜老板说的 网红也可以 主播 给谁吹都是吹 不叫网红 主播 对 好 那你的意向薪资是多少 在沈阳 底细五想一金跑出以后三千 为什么 那么少的钱就可以呢 对 因为 因为我需要一个公司 是给我来发挥这个 这个更大的能量 这个钱 不是最重要的 你是说有家是吗 对 有归属感 这是个底线 然后再有 对 这个底线 不是 我听懂了 我觉得他这个底线拿到手以后 下班以后 他有自己的活的 那一块也不差钱 你是想先找一份工作 对 然后如果允许的话 你再帮公司成立 刚才你给我们描述的 这样一个组织 对 然后看后续的发展 不断的壮大 对 为公司在这个领域 创造更多的价值 对 我总结的对吧 对 好 那第一环节的最后 地点 沈阳 目标薪资 三千 三千就行 来 请我们的十二位企业家 做出你们的选择吧 好 还不错 还剩下五盏灯 好 接下来进入天生我有财 天生我有财 天生我有财这个环节 有一个最主要就是才艺展示 可是我现在吧 因为我跟你说老弟 我也是新来的 我也新来的 我也刚没来两天 我说不好听 我凳子还没雾热呢 你知道吗 我给他天天战 完了你刚才一说吧 我这点哆嗦 人家是靠菲尼莫属来颠覆原来的名誉 就把他吹火了 他颠覆不颠覆原来 别把我颠了就行了 你知道吧 我干过很多公司 就黄那两家 就 你干过很多公司 就黄那两家 行 希望我和菲尼莫属不是第三家 那么给我们来一段吧 好吗 就是拉丁风格的清爵式乐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非常棒 我刚才在台下看你 有的人跟我说过 也是我的一位朋友 也是学这个乐器的 他说 对于有的乐器演奏者来说 那个才是真实的他 但我倒觉得 刚才那个 和刚才在之前跟我们做介绍的 是你的两面 语言上你还有所克制 但是一拿起 萨克斯 他的感觉完全变了 释放了 特别释放 就是我觉得听他原演说的 刚才那些故事 我听着特别 特别感受感触 就他的过去 跟我老公特别像 就是艺术兵 他是体育兵 就是他们其实都算是 文艺兵和体育兵 算是一类 对吧 就他刚才讲的好多东西 我都特别感同身受 挺希望能够 今天为他加油的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职场情商课 在职场中 你怎样看待 把朋友视为工具的这种人 至于怎么看待 别人是工具这个问题 我来抵制 我不喜欢这样的人 你的抵制指的是 就是如果说他能 跟我能站那条站线的话 我会改变他 如果他是我的对手的话 我可能要超越他 把他干掉 我们说东话讲 什么乐团打比赛讲 把他干掉 我们是这样的 首先我觉得 袁野他是一个 价值观很正的人 就答这个题的时候 其实你也是带入了 你自己的个人观点 你是鄙视的 这也说明一点 就是你在职场里面 喜欢什么 就这种情意 但是呢 我是把你当真朋友 而不是利用的那种情意 我自己觉得挺好的 我很认同你这种观点 其实我是完全 支持这种价值观的 但是同时 我们在职场里面 其实你可以思考一下 为什么别人把你当成工具 是因为你有价值的交换 是因为在你想成事的时候 就算你挖土豆的时候 你也要有一把耙子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有这种心态 去成为别人的工具 或许别人也能成为 我们的一个帮手 这是一个平等的价值交换 我认为这样的人 或许可以小成 但是他总比不成的人 要有办法 那他能不能大成的话 那是看后面的德行 所以其实在后面的话 我也不是很反对说 别人把我们当成这个工具 起码证明我们 还是有一个工具的价值 他能接他 也有一个建议给到你 那个刚才你在回答 情商题的时候 你说你尝试想去改变对方 对 就是在职场里 是非常有风险的 对 其实很多时候 如果你真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 你应该更考虑 怎么跟他相处 对 就我如果调整我的行为 这样可能更有效 我们来看企业家的选择 来 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好 恭喜你 我们直接进入到 谈钱 不伤感情 来 远野看一下啊 两位为你留灯的企业家 已经给出了他们的岗位 和异项工资 我们先从 盈朗开始吧 来 小叶 企业你好 是这样 我们盈朗文化给出的呢 是活动执行的岗位 起薪的是四仙家 然后家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在我们 自己的活动里面 去担任一些表演工作的话 这一部分我们是另外付费的 然后除此之外 如果我们有项目的话 你还有项目分红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基础的一个岗位 工作地点呢 工作地点在北京 那个清零威影这边给的意思 就是东北的一个大区经理 因为我们是做那个影院房 就是我们在很多的酒店 把原来的电视机换掉 换成我的投影机 配置我的服务器 配置我的电影 然后就可以把酒店的 那个录注率提升 因为它可以开很多终点房嘛 对吧 很多年轻人喜欢去看电影 那其实在这个模式 其实是一个新的模式 所以说我今年想开拓 这个业务就是在东北 我设一个点 就是由你来做我的这个区域总监 对吧 当地的 然后所以说我给的 给到你的底薪是四千 但是你 你未来你是在这个区域 你整个班子 都是由你来搭建 给你的一个活动范围 包括你的上升空间 都是非常大 好 思考十秒钟 然后做出选择 选择其中之一 或者谢谢 再见 做出你的选择 谢谢 谢谢各位 两位老板 好 说说理由吧 为什么 就是首先 不考虑在北京 他的这个 我觉得比较适合你 他说的东西 首先是我没接触过的 我是怕给给干不太好 好 也在此感谢你来到 非你莫守我的舞台 好的 谢谢 再见